到中年的时候就会有面临一些 包括肩膀整个疼痛 有五十肩的困扰 所以如果说五十肩发生沾黏的话 那吴医生有什么办法来可以复健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呢 其实五十肩他就是说 他好发的年纪大概是五十岁以上 那实际上也不真的是五十岁以上 大概四十岁以上的 也很多人会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那真正的一个病名 其实是叫做沾黏性关节囊这边有发炎 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那关节囊这边为什么发炎呢 其实就是说可能我们的动作不良 或姿势不当导致这个关节这边的韧带 有发炎了 我们身体会自我修复嘛 修复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结痂一样 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得比较硬 应该说这个韧带变得比较紧绷了 收缩了 那紧绷收缩 比如说你这样会有个问题啊 你的活动角度就受限 活动的时候就会疼痛 那最惨的就是说 你今天痛到比如说 因为你这样这个关节怎么动 就会不太对对不对 就会痛对不对 你半夜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 可能不会躺着都不动嘛 所以你就可能会有点翻身 所以半夜就会痛到你甚至没办法睡觉 因为什么姿势都不对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 他五十岁其实是很痛的 他至少痛了八个月 他看了很多医生他就觉得奇怪 他的情况很特别 就是一般会越来越好 可是他的情况是怎么越来越不舒服 越来越恶化 有一次他先生就跟他晚上一起睡觉 半夜他太太痛到突然大叫 结果他被下检过两次 后来就找到我 然后我们就帮他治疗 但是因为他这个疼痛的 关节受限的角度非常的严重 基于我们讲就是 沾黏的情况很严重 在一般的针灸的方法里面 我先讲针灸方法 我们中医有远处取穴 在远处地方扎针 然后这个手让他去动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 效果要最好的还是要局部处理 那局部处理 其实中医的处理方式有几个 一个就是比如说局部的放血拔罐 把这个淤的地方把它打通 让它能够代谢 那另外一个比如说 现在有流行一种叫小针刀 那这个也是一种一种治疗方法 不过我的方法就是 还是纯粹用针灸的针 因为针灸针它比较细 所以在刺激上来讲 我们这样即使比较强的刺激 它其实也不会有后遗症 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五十千的人呢 他痛了点 他可能会先 这边会痛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 这里给它扎针 那另外呢 手材这样来的话 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痛点 然后再来 最常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痛得最多 然后再来是前面这里 它可能有一个韧带 这边紧绷 所以我的经验是 我这四点我会扎 但是我扎的方法会比较暴力一点 开玩笑这样 这么说 这个点假设是这样 我针刺下去 我会这样不断的提差 然后甚至会将前后左右 去移动 因为它的粘连范围可能是一个区块 所以我必须前后的去 去让它产生一个刺激 然后甚至会扎下去 会做黏转 这个黏转用泄法 为什么叫泄法 因为它是紧绷 有发炎 我们用泄法就可以把这个发炎的物质 跟收缩的这个韧带把它松掉 所以你这样这样提差 这样粘转之后 在这四点扎完之后 其实很多患者本来是只能这样 扎完一次就可以慢慢地 抬得比较高了 慢慢几次就可以处理起来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的方法 当然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这些方法只是我们的经验 那对一般民众怎么办呢 它怎么复健 其实复健的方法其实有几个 但最重要的一个大原则 我们的经既然收缩了 你这样拉拉拉 它不太会松 也就是说我这边很痛 我这样抖抖抖 或这样弄弄弄 其实它是不太会松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经我们给它拉 不动 然后慢慢拉拉拉 慢慢拉拉拉松开松开 慢慢地拉长 这样经的粘连它才慢慢地开 所以在西医的复健系统 他们常常怎么讲呢 就是要爬墙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所谓的爬墙的运动就是 你今天这个手 假设这个柱就是一个墙 你今天这个手 将手指慢慢地往上 因为你的角度受限 所以你刚开始只能这样 慢慢地手 慢慢地让它能够往上伸 伸到一个程度 这也不太能伸下去了 很紧了 很痛了 这个时候 你这个身体也要稍微往前压一点 让它去拉伸 这样30秒钟 等慢慢地比较松之后 再慢慢地往上 然后可以再往内压一下 增加它拉筋的力道 甚至你这个手也可以 这样子的方式去拉 就是让你这个角度 这边也可以是一个角度 这边也是一个角度 慢慢地去拉伸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在这边肩膀大概平行左右 然后这样扩胸 这样把这个筋这边把它拉开 一次30秒 有空的话就多做 是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示范 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所谓的拉毛筋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个五十肩的人 他常常就是 这个手往后 弄不起来 所以有的人就是五十肩疼痛的时候 他没办法扣内衣 所以往后的话都上不来 顶不过到这里 但是你这边上不来 就是要让它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 类似像一个毛筋一样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个往上拉 让它这个能够稍微往上一点 慢慢地去训练 让它的筋慢慢收 一次也是30秒的 像这样拉撑这样子 然后常常这样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附件的方法 然后另外我再提供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给大家 可以让这个肩关节 全方位活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的手掌的掌心对着你的身体 然后这个往上 往上 然后这个掌心往外 往外翻 下来 也就是掌心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往外翻 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转 这样你会发现这个肩关节 它这个很多的角度都处理到了 对 像这个可以多做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除了这些爬墙 或是靠墙壁的动作以外 最简单的就是 不用任何器具都是这样子 这样往内压 五时间很痛的时候 它没办法往内压的 好这样 一样是这样子 30秒钟 然后可以再往上压 甚至往侧边 侧边这样去顶 然后在这里要去处理 这个很多角度都要去慢慢去伸展 慢慢慢慢的 其实慢慢可以缓解 五时间其实它这个病程 一般治疗起来 一般来讲 大概有的人 甚至基本都是三个月为单位 有的人要痛三个月 其实是蛮痛苦的 更严重的人 甚至痛了七年还在痛 谢谢吴医师 为我们介绍上肢关节的一些 为什么会受伤 以及自我复健的方法 其实真的是 就是就像我刚才开场提到的 每次吴医生来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会教我们一些复健的手法 那刚才说到上肢关节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来探讨有关于 怀关节受伤的自然 还有复健的方法 首先要请教 吴医生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来快速止痛 因为有时候怀关节是局部的 那有些医生说 哎呀你要冷敷啊 或者是热敷 所以首先我们要请教你 到底要冷敷冰敷还是热敷呢 是现在医学 那个关节的一个肿脏 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撞到了 或突然扭到了 那关节就肿脏了嘛 对不对 现在的做法就是 第一个先冰敷 但是呢 其实冰敷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原则 每一次冰敷的时间 不能太长 就是说 一开始冰敷可能就是三五分钟 然后过了比如说半个小时 你再三五分钟 但是一天内可能就是 两次三次 一次时间不能太长 可是一般民众 他只知道冰敷这个事情 但是他不晓得说 一次不能冰敷太长 所以他一次就是 直接就给他一个小时 然后甚至冰敷他两个小时 那这样就会有个问题就是 你一冰敷下去的话 你想一想 你的这个关节 的那个气血就凝住了 虽然说他的肿脏 你可以让他比较不会出血 然后他可以血管收缩 可以防止他再肿脏起来 可是他隐身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这个关节 因为你冰敷过久了之后 你的这个关节的气血 就凝在那里 虽然你在隔天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 就开始热敷 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一开始冰敷 在气血凝住之后 你后续所要复建 让他完全恢复正常的时间 反而延长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们就开玩笑的这样讲 在古代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古代没有冰块 几乎比较少有那个 因为现在冰箱 没有冰箱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个种障的 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很有意思 我们中医呢 其实在这个即兴起 我们会有那个 我们叫如意金黄膏 它就是所谓的一些比较苦寒的 比较寒凉的药 比如说黄莲黄禽黄薄 制止这些相关的这些药材 他把它调成膏状之后 然后把它附上去 它这个不一样 它就是叫做我们清凉退火 苦寒它是退火的可以消炎 可是这个跟冰是不一样的 冰它是一种寒气 寒气会造成那个凝脊 血凝住了 可是你今天如果说用的是寒凉的药 它只是附上去 它不会造 我的经验是 它不会造成凝结的这么严重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当然民间有人可能用 比如说用芦荟啊 芦荟也是属于寒凉的 它敷它可以消肿 所以民间的有些东西 其实是很好的 讲坦白话 但是呢 我们的经验其实是这样子 你现在一开始 虽然说有点红肿的阶段 我们的经验说 你如果全部用苦寒凉的药去敷 不如你今天寒凉药 加一点点温通的药 比如说各一半 涵凉又加点温通 效果反而更好 这个有点像阴阳的概念 你今天存阴存阳不行 你今天如果说发育肿荡 你存热的药 它就更肿了 当然是不建议这样做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做这个措施 如果说真的很肿荡很厉害 你真的就是比较寒凉的 比如说黄金黄金 如意金黄膏去敷 敷个两三天之后 它开始消肿比较好 这时候呢 它可能还会为肿 这时候寒凉跟温通的 温热的药要合在一起 这时候是就很好了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疼痛 已经很久了 已经过了比如说一个礼拜以上 甚至一个月以上 你这个时候这些寒凉药都不要用 你就用温热的 会通的这个冬药去外敷 这次讲外敷 内敷的话 其实效果就很好了 两个一起熟通 我们现在先讲外用的 所以这个概念就很好玩 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药怎么办 我们其实就要想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提到了 你急性肿胀 你用冰敷气血就凝制了 后来的医学研究也发现一个问题 国外研究发现一个问题 你在气血就是在肿胀的时候 为什么会红肿 为什么会发热 这时候是身体的治愈功能启动 它也去修复的一些因子 跑过来受伤的地方 它要修复 你在一冰下去的时候 它修复的动作就停止了 它就不太去修复了 至少当下你这样做会帮它停止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不一定坏事 你为了避免说冰敷可能造成的后续的治疗会延长 那热敷即兴起太过于热敷又不行 所以我们折中一个方法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冷敷 什么叫冷敷 比如说你用常温下的水 然后再就是把这个毛巾弄湿 或者沙布弄湿 然后敷在那个碰点 让它微微的降温 但是又不会造成关节的整个凝集 所以我觉得冷敷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 这也先提供给大家 非常谢谢吴医师 那如果说一般 如果脚踝受伤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来及时处理呢 因为有时候这个真的是会影响走路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复健方法呢 今天你如果真的脚踝扭到了 中医的观点是这样子 你今天如果说扭到肿胀 那是经络不通 不通则痛 所以这时候的原则是以疏通为主 在我的经验疏通会比较好 所以疏通的方法有几个原则 比如说我现在这是我的脚踝 假设脚踝在这里 我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在脚趾放血 让它不是痛点放血 你可以在脚趾放血 让它疏通 然后它这个后续复原会比较快 那你如果没有放血呢怎么办呢 刚刚讲的能复是一个 再来的话就是 你今天如果说肿胀疼痛 但是说还可以走路 你今天如果说肿的像馒头一样 特别肿胀的时候 这时候你几乎没办法走路了嘛 对不对 这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没办法 就是要好好休息一下 如果说你还没肿胀到 像馒头一样那么大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微肿的时候 你可能走路会很困难 这时候我的经验是 你要忍着痛轻微的走路 那你就觉得这个医生很奇怪啊 人家都在痛了 很残怨 他走路 这个太残忍了 对不对 对 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我临床上常遇到一个患者 他今天比如说 他拿的拐杖 主要拐杖进来诊所 他说脚踝扭到 可是你看呢 他有微肿 但是他还稍微可以走 这时候呢 我的治疗方式就是在 假设你是左脚的脚踝受伤 我在右手的外观穴 也就是这个手腕 横稳这边往上来 就三个手指幅 这个两个骨头中间 就外观穴 我们这边给他扎一针 今天你如果没办法扎针的话 你自己按摩也非常有用 记得 左边 按右边 然后另外一边 右边按左边 左脚踝受伤 我就在右边这样扎针 那你们 就自己按摩这样 然后我让患者这样扎完针之后 然后粘转一下 然后这边会很痠很痠 结果他就觉得 脚怎么开始松掉 比较不痛了 你这样比较不痛了 好那你就开始走 这样他 就是脚要能够平均的去走路 因为你一只脚痛的时候 你一定会用另外一脚失利 会撑住 可是你这样如果没有赶快把它治好了 你走路一泊一泊的 到这会导致 你左脚受伤 变成换成你的右脚长期支持不良 右脚的膝盖 或踝关节 甚至宽关节也开始受伤 久了之后你的脊椎 腰椎也会歪掉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 这个是小事情 你就要早点把它治好 但是你现在 刚刚讲的 你这样稍微正常走路的时候 你反而关节有在活动 它的循环反而会好 它其实反而好得快 我信大家可以试看看 但是前提是 你如果总得像馒头很肿的话 你都连走都不能走 这个方法就不要试了 你稍微可以走 你真的这样做 我们遇过很多患者 在这里扎一针 他比较不痛了 比较好了 比较可以走 然后他走个20分钟 20分钟之后 出去诊所的时候 这个拐杖都丢掉了 其实我们常看到这些问题 然后呢 其实另外一个提到一个就是 你的踝关节 一开始 刚刚提到 有人冰伏嘛 冰伏过头了 结果呢 他这个脚呢 可能几乎都僵硬的 几乎都僵硬的 他几乎不太好弯了 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煮姜汤泡脚 那你就拿一块姜 这个然后把它去用瓦素再煮 煮个20分钟 姜汁出来之后 温温的 然后去泡那个脚 你如果效果要好的话 你就是加一点米酒 然后用你的血 让酒的酒气让脚去温温 气血循环 然后我们开玩笑就这么讲 你不要再加什么八角茴香 这些像卤包的这些东西 这不是要卤猪脚的 你就是酒跟生姜也就够了 然后你就是泡 一次泡个 比如说二三十分钟 你泡个几天呢 这个关节慢慢就松开 其实是很简单可以处理的 这个你如果稍微可以比较动 但是关节有的 这个关节有点卡卡的 常常三不五时就会比较痛 这个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像日本人的那种跪坐一样 就金刚坐 我这里示范给大家看 像日本一样金刚坐的话 就是我们屁股 坐在脚后跟这里 这样坐挺 那你这个关节痛的人呢 你一开始这样坐 你根本没办法坐很久 没关系 你可以先从三十秒 甚至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的话 这关节其实会帮你拉开 筋会开始柔软 所以你常常这样做呢 其实不只这个可以调整这个骨盆 或者骨盆有的人会歪掉 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这个骨盆它可以坐正 它可以帮你甚至调回来 然后坐的时候不要这样歪 一定要挺 腰椎呢 腰椎有的人 其实他坐姿非常长 腰椎变太直 会压迫神经 你可以常常这样做 做的时候它这个角度呢 这个骨盆这样正了之后呢 这个角度它就会慢慢地就会出来 这个角度也可以训练 调整一下你的腰椎 包括你的脚踝 那你这样长期就有空这样做做做 这关节卡住的深层的一些韧带 慢慢就会被你拉开 其实就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别 Sorry J Wiret 感谢观看